教育部高中课程修订课纲这件事情 特别邀请到中央研究院的陈医生教授 跟东华大学的施政棟教授 两位都是对台湾史非常研究的学者 那君徽首先要主持的就是说 今天的教育部被极少数的极左统派的人士所控制 教育部为了修订这次的课程纲要叫课纲 特别设置了一个体制外的解割小组 那么这个体制外的剪头小组 这个所冒出来的这些成员是没有专业 而且是非常偏颇的人士 所以在这个整个课程修订所谓微调 其实是大幅的调整这个课程内容 那么这几个人就变成了教育部修订课程的太上皇 变成了体制正式体制的一个太上皇 体制外的一个剪头小组 成为体制内的这个是太上皇 那么这个凌驾体制甚至凌驾教育部 企图控制这个全国学生的这个思想 那么不顾这个程序正义 那么而且呢大开民主倒车 那么走回这个独裁的老路 这个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课程修订是何等的重要 是要审慎将事的 它的修正呢本来就有一定的这个体制运作 运作的体制还有一定的这个程序 但是这一次啊这个修订呢很明显的 是有这个外力的这个介入 那教育部为了配合啊这个修正呢 那么它特别设置了体制外的减合小组 这个体制外的这个东西啊 冒出来的就所谓的减合小组啊 这个成员啊不仅啊是没有专业 而且冲刺着极统啊极左的这个人士 我简单的举例 像中国统一联盟的副主席 王小波 他是中国统一联盟的副主席 像是谢大林呢 他是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啊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这个高中生啊 应该使用共同的这个是教科书 那么这个减合小组里头是只有三位 包括这个王小波 李公勤跟潘朝阳啊 这三位都曾经参与啊 统派啊极左的组织啊 夏朝联合会的这个声明 这个声明主要呢是主张啊台湾问题 是中国这个内部失误啦 外国势力啊啊不得干涉 还有这个潘朝阳啊还主张说 台湾如果结合美国日本啊 来抵抗中国的话就算是汉奸 那么这很显明的 这这个简合小组的这个名单的看出来 这个小组啊 不仅没有专业 而且呢 这个成员啊 这个见解偏颇 这少数这个集统的这个人士 不仅啊 他的见解和台湾的民意啊 相避与啊 竟然还想利用这一次啊 这个高中课程的修订 那么来控制学生的思想 啊像其中还有人主张说 台湾跟中国的高中生应该使用 同样的教科书 那请问 因为想请问说 那啊 请问这位先生 你知道啊 中国啊 这个是怎么样看待 中华民国的历史吗 中国共产党 怎么样看待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呢 要我们的学生 去学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说法吗